好 我现在打完了 打完之后也烤 烤干了 烤干之后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好 我们现在打开 看一下我们打印的效果 很棒 好 现在我们直接把它剪下来 打好的 剪下来 好 随便挑两个图 你想印的剪下来 好 然后我们到这个压烫机这边 准备压衣服 衣服如果皱的话 可以先压一下 可以先压平 把衣服压平 先把衣服压平 好 衣服压平之后 衣服压平之后 把刚才打好的图 放在你想印的位置 随便放 放在你想印的位置 好 然后贴一个隔热纸 好 然后 温度的话 温度的话 推荐160度 160度 然后 10到15秒左右 160度 10到15秒左右 好 我们现在压 好 现在我们用的是10秒 好 好 拿开 拿开 我们这个推荐冷丝 压完之后 现在不是还是热的吗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等凉了 我们再撕 先放在一边 好 我们先放在这 等它凉了 我们再撕 我们可以再压一个 再压一个深色的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还是刚才的温度 我们换一个深色T恤 好 放上去 打好的图 放上去 要点着隔热纸 压一下 好 等它凉一下 这个也是冷丝 等它凉一下 好 这个先晾着 这个先晾着 我们刚才压的白色T恤 我们撕一下 现在凉了 撕一下 好 撕掉就可以了 非常好 非常完美 搓不掉的 洗不掉的 非常完美 好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拿过去也晾了 晾一下 晾一下再撕 还有点热 冷丝 等它凉一下 好 凉了 凉了之后 我们撕一下 看一下 很轻松 撕下来之后效果很好 好 请不吝lean 你 有机会 我看你 你 你 可 我 我